在新北市議員洪家軍的號召下 與六位小女孩和媽媽一起捐贈秀髮 要將留長的無黑頭髮捐贈給 新北市社會局實務銀行 新北市社會局長張錦麗表示 實務銀行收過許多東西 這次收到頭髮是最特別的禮物 這次在洪家軍洪議員的發起下 希望他把他的美髮也捐給我們 希望能夠捐助給我們癌病的病友們 讓他們也可以每天美美的出門 因為一頂夾髮大概做好 大概要8到10萬 所以所費不資 因為在他的發起之下 我們也結合了我們的志工團體 還有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就一起發動了捐髮的行動 這也是我們實務銀行 有史以來所收到的最特別的禮物 捐贈頭髮的楊千柔十歲年紀 因為看過老師放癌有病痛的影片 小小年紀也懂得學習付出 也很樂意幫助別人 所以幫助別人是很快樂的事嗎 是 而母子黨的媽媽陳怡家 因為在榮總兒童病房擔任關懷之工 平時會帶著幼安參與 離癌病童的活動 保留著從出生到8歲 從未修剪過的細緻頭髮 就是等著有一天要捐出來給癌友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是常常去癌症的兒童病房 對 然後所以他有看過那個沒有頭髮的 戴帽子的小朋友 對 然後所以他很知道說他頭髮是捐給他們這樣子 那你知道幫助誰嗎 身被癌症的人 這次的捐法由金華實自會贊助 製法經費5萬塊 在小林法郎三峽店免費易檢 以及社團法人新北市家長志工教育成長協會的 共同參與下 這些減下的法術在製成甲法後 將贈送給財團法人癌症希望基金會 提供病友使用 中家新聞 沈金華 無沛山三峽報導